各位醫師 各位護理 今天大家午安 在開始演講之前 都會有一些事情跟大家報告一下 第一個就是我們岡山區的望遠會 岡山區的望遠會在下個禮拜二十五號 中午十二點半舉行 那地點就在小津日比料 那如果大家還沒有報 如果醫療群本身的醫師跟那個知識小姐報理就可以了 那我們公會其他的醫師 就向公會小姐報理 這是第一點在下禮拜禮 下禮拜禮在小津 小津那邊還有兩個停車場蠻大的 但是大家注意看那個停車場 那第二點報告就是說公會在三月十號 有一個一日遊 那是要到南國的那個天空之橋 那現在已經可以開始報名了 那醫療群的也是可以向來處處報名 那公會 我們公會的會就向公會 下禮兩年報 在三月十號也是 也是禮拜天 那另外衛生局這邊有一個 還是要請我這邊再跟大家布許一下 就是說有關於火腔癌 跟大腸癌的篩檢 請大家再協助一下 那去年 去年他們 大家的協助 他們 有目共 他們說 業績成長 有達到業績 所以他們非常高興 那今年就還是拜託 我們EOS 的那個 醫師 再幫忙他們一下 那還有TV的轉折 就有看到 嘗試有跟大家 有一個 有一張 有一個轉折來給大家 他有幾個 款式 譬如說咳嗽三個禮拜 或是有 CHEST PAN 咳嗽兩個禮拜 有一個 款式 那如果補合這個款式 就給他轉折到 我們剛才是 秀傳醫院 秀傳醫院 雙腔科 他是唯一接受轉折的 一個 第二號 那第四點 報告是 2月24號 2月24號 我們公會 跟律師公會 跟會計師公會 跟 建子師公會 有一個 聯合起來有一個 有一個 義文活動 義文活動 這是聘請 那個美學 教授 獎勳 獎勳教授 在高雄 武器大學 的演講 那 那個演講自己是 2月24號 那我們公會是分到 有60張票 那這60張票在 下個月4號 2月4號到2月8號 開始 向公會要票 就是用 公會會計一個通知 會計一個通知出來 大家如果有一頁請聽的話 在2月4號 早上9點開始 傳真向公會 報名 那以 先後順序 以先後順序 這個票是60張 所以說登記到60個以後就 就沒有 所以 今天請大家注意一下 那這就是公會這邊的報告 那我們今天的協事演講 我們是請到 那個 長庚 高雄長庚醫院的那個 性能代謝科 陳中虎醫師 來為大家做那個 T2 DMT2的那個治療 其他就是DPP4的那個 他的好處 還有他的 Risk 跟大家介紹 那 陳醫師 其實 他 他 應該就是 剛三明 他在各當母親 共産 做名 我小孩都 給他 看 老前輩 他是在 北醫的 他北醫病院 或是北醫要比他早實踐 比他早實踐 那後來他就是在長庚 長庚醫院 那是 目前是長庚醫院的 新生代謝科知識醫師 他也是 長庚健康診療科的主任 也是 他們內科 一較多 的主席 那我們 那個大家如果看到那個王王毅 記載裡面 就可以看到說我們今天非常期待他說 協問最好的口才最好的一個 speaker 那我們 熱烈歡迎我們 陳醫生的分享 謝謝